韩国的韩国的韩国的韩国 韩国的韩国 哈喽 我是Ivy 我现在一个人被欧巴丢在了台北的某个街头的一楼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吃粗瓦 然后呢有点太晚了 所以我要先上楼 欧巴就找附近的停车场 那我们就出发吧 就是好像是从这里走进去 现在二楼 发现一个超级巧合的点 所以它这个也是粗瓦 我们的店名也是粗瓦 是不是超神奇 就是意义都一样喔 都是为了粗瓦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衣服 所以我们就是粗瓦 然后它详细的那个意义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影片 然后它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希望大家吃了每一口 都可以啊 chua chua 这样子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们会来吃这一间 其实这一间呢 它是在台北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小帮都问我说 欸台北开了一家店 然后那家店是王品 跟那个一个很有名的韩国主厨孙蓉开的 然后就吃一看 就说超韩欸 然后说哈 可是我才从韩国回来 可是她说 你可不可以就是派欧巴试吃圆 韩国欧巴去吃吃看 然后告诉我们到底韩不韩 以后就可以不用特地到韩国去吃 我们就等一下的欧巴来去吃吃看 这也好多人啊 她这边啊很有那种韩国宏大夜店的那种氛围 然后她这边用餐先进一个半小时 所以说我们十一点半的话 她一点钱就要结束 因为欧巴不在 所以我就先来看一下 我个人这个想跟大家分享 我第一次在韩国吃泡菜锅的时候 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 有完全赏到我 因为台湾的泡菜锅 算是有点火锅式的 然后叫汤水水的感觉 然后韩国呢 是那种很浓 然后很酸 所以我觉得 判断一家餐厅是不是很韩式的标准 就是吃它的那个泡菜锅 来看一下它的菜锅 我们其实在网路上就是先看的菜锅 然后我们就决定呢 要点一个两人套餐 四选一 然后一定要判断它是不是韩 就是点 然後这边呢 我们就点一个 韩国人最爱 猪五花好了 然后这是拌拌鸡 超多味怎么办 这边还有韩食热搜四选一 跟韩饭四选一 我们应该是选那个BBBOB啦 对 然后还有天店 三十两人套餐 然后当然还有四人套餐 四人套餐就更多了 然后还有其他单点部分 据说这个很特别 但是因为我个人还是很想要品尝泡菜锅 是不是很道地 所以我就决定还是一定要点泡菜锅 然后它这边有教就是最韩的吃法 然后还有一个是包着吃 但是欧伯会吃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请欧伯分享韩国吃法 他有沾酱汁 而且我刚刚有看到一个 他就说当月寿星好像有送那个什么 梅皮是不是 然后我就想说我等一下来问一下 但有点害羞 欢迎欧伯 好 我们先赶快点 才能等着用单到一点 欧伯很努力的叫人过来 哈哈哈哈 他这边没有那个桌边妇妇 如果是要真的韩的话 韩国几乎不管什么店都一定有桌边妇妇 而且他这边大家都太忙 所以有点难叫人 当月寿星会有寿星 我们寿星他会送炸弹三杯 他就是如果是当月寿星的话 他会贈送三杯的炸弹酒 然后你可以选油酒精跟美酒精 不是选美酒精 因为等一下我爸还要拍照 他的小菜 据说他的小菜是无限量 看起来是蛮韩的没有错 我个人喜欢吃这个 我个人喜欢吃这个 现在的米饭菜 我先吃一下 现在的米饭菜 现在的米饭菜 好像是米饭菜 嗯 比较炸弹 比较炸弹 完全是韩国风格 蒸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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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因此他们喜歡 我很喜欢 蒸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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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韩国的不一样 古典鸡蛋 现在我们所请过 有泡菜就有泡菜 肉片的那種 那我們是全台唯一使用整個泡菜去做醃製的 那全餐廚房會有不足公分 那這樣可以醃製的口味和口感都會比較好一點 來 先生 你看這樣好吃的跟皮筋 對啊 雞腿還不不感 像蘿蔔 不用等著吃看 感覺香了白香果醬 它不是很 真的在韓國吃到的那種炸雞的 很甜的那種醃裹菜一樣 好吃 在韓國 因為韓國的炸雞幾乎都是你訂的才開始吃 所以你收到的時候就算是外帶 它都是那種很脆脆香脆好吃 因為它這個沙子比較像是 已經先煮好了 它有點像素食感 對 一點點 一點點 我覺得雞腿好吃很多 先不論它韓不韓 但它的醬不會到太辣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改過 是不是韓國味的 我們就來看完吧 我們就來看完吧 雞腿跟雞腿 你好 宋仲姬來宋超 它的每個機器都有它的名牌 對 有宋仲姬 雞腿 還有雞腿 哦 他是李明浩 他是李明浩 真的李明浩 他的名字是李明浩 你看了耶 早上都沒有人相信是李明浩 哈哈 這個可以炸嗎 我們現在來 有歐巴造學 如果一點的VP Park 對 一點的這個 對 就全部都好了 這個也再炸一下 現在這裡是蔡菜太辣了 煩煩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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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醬子 一般喝一口 對 真的 真的 好吃的感覺來了 對不對 對 不一樣嗎 好吃的感覺來了 真的 哇 哇 這裡是水 獨自製的 刷片可以在我們的 李明浩家一起品嘗嗎 對 哦 這是 胡麻 這是 這是 這是我們的韓國人 它是好吃的 但它的口味偏偏 它沒有到很韓式 可能今天的評價是 以真的很道理的韓式去評價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覺得 好像有點嚴格 但我個人以我來吃的話 我會覺得它是好吃的 我會覺得它是好吃的 我把自己走 我把自己走 它小菜加厚多了之後 它就 就像這樣子 有超多菜 有一點飯 這就很菜 什麼 豆腐器 中間有中間豆腐器 這個 我滿喜歡的 真的嗎 它的口味都是有感 對 對 對 這個 這個 它後進是會辣的 嗯 我幫你來示範 如何剪三牛燒 對 上面有這個 刷片 刷片 哪裡 刷片 這個 這個可以吃到 你們 要怎麼包 先插播一下 這個白飯很白 很韓式 不懂 沒錯 然後要 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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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一定要 很好吃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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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用擺 這個不擺 這個不擺 我們喜歡的 這個可以炸 哦 小菜也可以把它加進去 這個可以炸 然後 我很喜歡 這個 再一個 這樣 然後 高一點 這樣 可以炸 這個 很酸 對 所以 我每次都把我嘴巴塞到爆滿 對 白蘿蔔 韓國菜 韓國菜很好吃 真的韓國菜 這個是韓國菜 喔 這邊只有醬醬一起包 韓國的基本上它的三級菜是完全原味 那種三層肉下去烤 然後再另外就是醬放到旁邊加 但是它這個是直接就是醬料的 它還有跟台韓式爆發 客人很喜欢加一点轻轻 好吃吗? 两煎蛋吃都没关系,就一样哦 它这个超寒的 它很甜快 还有盘子也是那种台式的盘子 那种保温盘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这是鱼吗? 韩国鱼 所以就是王瓶 它这个才开幕两个周围,然后评价就4.9% 很厉害吗? 现在来是我最期待的 就是最难够吃别人是不是正统韩式的就是 听起来 因为我们刚刚那时候在吃其他的菜 就我们让它持续炖煮 然后想说它这样比较浓稠一点 因为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腔是比较平 有点微稀微稀的 所以我就是现在炖煮完我觉得很寒哦 看一下 是不是很寒心对不对? 很浓郁的感觉 就是炖煮和炖煮 炖煮的那种感觉 炖煮和炖煮的感觉 对 就是炖煮和炖煮 你看看 很不容易 这些东西 刺激 是不是 哪 二 二 二 三 二 辛苦了 辛苦了 哇 做得很好 浩贤酒嘛 我点的是红酒精的 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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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驚喜 太好了 我先吃一碗 和豆腐 很美味 很美味 韓國風格 不是韓國風格 真的韓國風格 快點 快點 不太好吃 韓國風格比起 鮮鮮的和 鮮鮮的口感 鮮鮮的口感 但也不太好吃 很美味 它完全過這關 它真的超韓 就是那種 清清雞鯨 但又不是韓國的老套菜 然後是那種很酸、很重口味、很辣的 它沒有到那種 我覺得好吃耶 這個超好吃 如果你想要真的很韓 然後很道地的感覺 我會推薦更久一點再吃 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台灣吃到 這種很真的很道地的韓式泡菜 我們現在要不要就要回韓國了 還是有那種 啊! 要回韓國的感覺 對啊 這邊很湯汁 喔好緊張喔 剩五分鐘 吃它的甜點 很清爽解 剛好可以解那個微膩感 原本我是想要就是 其實我們早上有預約是 主廚太來的時候 其實爸爸跟他面對面講 但是因為預約時間不到大爆滿 這個客人不會在哪 趕快在哪 很謝謝 對喔 因為我覺得太爆爆了 我們來 趕快時間到了 好 好 可以 來 咖啡 今天剛剛就是一點的時候 他就請我們離開 所以覺得就是 很匆忙很緊張 就要吃完然後離開 原本就想說 啊!為什麼沒有人 還是要請我們離開 只是一出去之後發現 外面有很多人在排隊耶 對啊 如果在查他應該是預約時間 是按照一提一提這個可能 他的早通算非常的方便 他就在西門甸5號出口 接下來就是重點啦 就是餐廳所以一定要看他 它會是有夠的 所以我想知道 不然你對印象最深刻是哪一道 1 2 3 金正寄 你為什麼想招呼不在這裡 一二三 泡菜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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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沒默契 對 很包包的是見人的 再吃它 還是吃夠 那時候吃的時候 這有聽為甜人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 竟然可以在台灣吃到 如此 道地又好吃的 真天來說呢 我給它的評價蠻高的 但還是有結合中式台灣人的口味 對啊 但是改良式的韓式中的 更偏向韓國一點點 它把了一些韓式比較重辣 然後重鹹的那種修正改良過 比較符合台灣人的那種口味是有的 一點點 有一點微偏甜 整體來說 How much score? What do you have? 7.8 我也差不多 大概是8分左右 總國來說 不管是環境的飲造 對啊 然後或者是它在 然後遭風的方便性 然後它的 三點的美味成竹 可是它的評價蠻高的 所以就有付小朋友的餐具的部分 然後在兒童座椅 我也沒有留意到 但應該也是有的 應該也是有 然後兒童可以吃的餐點 就比較偏少一點點 好的 推薦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對 因為名字是chuan感 名字chuan感 真的超巧欸 這首為什麼出啊 對 我們那個是7年前 7年前創的叫做出啊 有點魚有容院的感覺 跟名人想的是一樣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下次見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 請打開 請打開